我们正常的这个角膜厚度呢 是500到550之间 当然我们临床上也见到过 有一些患者的厚度在570580 超过了我们正常值的范围 当然同时也见到过 有一些患者的角膜厚度呢 低于我们正常值的范围 有490的480多的 那么一般来说呢 低于450以下的这个角膜厚度呢 我们就不太建议去做 我们的角膜趋光手术了 那么有些人问到 那么多少厚度呢 才可以去做全非苗手术呢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呢 最基本的条件 是要在500以上的厚度 那么这些人群呢 是否可以去做 我们还要结合 它的实际的近视度数来做决定 因为度数越高 我们需要的角膜 消融的角膜会越多 所以呢 度数高一点的患者 可能需要的角膜厚度 就会越多一些 所以得具体情况来具体而定 专家提示 一我们正常的角膜厚度是500到550之间 当然也有570至580或480至490的 一般在450以下的 则就不建议做全非苗手术 二一般建议角膜厚度 在500以上的厚度 这些人群才可以去做 同时还要结合它的近视情况 的角膜厚度